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 周日是美国的独立日 我们刚才也说到全美各地举行了多长庆祝活动 而且由于美国的疫情有所缓解 很多民众也开始和家人朋友相聚 那么拜登总统也是出席了多项活动来纪念这一天 他也在推特上醒目的写出美国回来了 评张文浩 我们知道拜登总统的这个疫苗接种计划是在今天7月4号到期 但是很可惜没有能够达标 但是同时呢拜登总统也是借着独立日的这样一个机会 是着重谈及了他的施政计划还有目标 文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拜登在这个独立日周末的活动都有哪些重点 所以卡拉那么就像你刚刚说到的 拜登总统在7月4号这一天是以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态度 来庆祝美国的第245个独立日 那在推特上是写到说美国回来了America is back 并且是着重强调是共同回来了back together 而且是说美国今天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情 那么在另外一则推文当中呢 他也是不忘感谢新冠疫苗的研发呢 以及一线工作人员所做的努力以及牺牲 那么根据白宫发布的这个旅行安排呢 美国的东部时间7月4号的晚上7点半 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会在这个白宫的南草坪上 和一千名一线工作者以及这个军人家庭一起烧烤 并且是发表讲话 那么讲话主题预计是除了跟独立日有关以外 也会强调美国从这个新冠疫情当中独立了出来 那我们知道这是新冠疫情缓解以后 美国的第一个独立日 那么在晚上的9点09分呢 总统和这个第一夫人会在白宫 与华盛顿市中心国家广场上的民众 一起观看每年独立日的传统节日烟火表演 那我刚刚说到这个拜登总统在独立日传达的信息 是美国回来了并且强调共同回来这一点 是在突出一种团结的感觉 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回来了这句话 是拜登总统在去年胜选以后就开始不断重复的 那最初是用来表示说那在这个前总统特朗普 在国际事务上优先考虑美国而这个放松 对盟友关系的维护以后 美国会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当中 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美国回来了这句话 也是被用在了这个新冠疫情的恢复 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内事务上 那拜登当局在这个独立日的周末 也是做了一些可以称得上是体现了 共同回来了这个信息的几件事情 那比如说周五的时候 拜登当局是宣布会立刻采取措施 把被从美国遣返的一些退伍老兵 以及他们的家人带回美国 那么在美国呢 非美国的国籍的人 也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军队 但是如果犯罪的话 会被遣返出境 那么华盛顿邮报是表示说 许多外籍的退伍军人 会因为战后的创伤而更容易犯罪 那么与他们一同被遣返的家人 通常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 那拜登当局是表示呢 把为美国国家的安全 提供服务的外国人被遣返出境 是没有体现出美国的最高价值观 那么看到另外一方面 在周六 拜登总统是到访了密歇根州 推广他和国会的两党议员 是一同达成的 达成一致的基础建设法案 那密歇根州我们知道 是去年的大选当中的一个战场州 那拜登总统以及与前总统特朗普 在这个州的最终得票比例 是51%对48% 可以说非常的接近 那么在这个联邦众议院里面呢 也是有来自密歇根州的众议员 一共有14位 其中有7位民主党 7位共和党 所以是对半分的这个现象 那么所以说得到密歇根州的支持 对于拜登推广的这个基础法案来说 会有不小的作用 那么同样是在周六呢 副总统哈里斯 是到访了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同样是去推广这个基建法案 不过哈里斯是着重强调了 新冠疫苗的接种 内华达州是美国的第一个 取消了所有新冠经济限制措施的州之一 那么从我这个前段时间 在那采访的经验来看 的确是公共场合 已经是基本恢复了疫情前的热闹 口罩也是看不到了 不过在疫情反弹上 内华达州也是正在领先 所以说哈里斯也是指出 想要重振内华达的经济 广泛的接种疫苗是必不可少的 是文浩你说到这个重振经济的问题 就像你刚才说的 现在全美的各州开始 可以说是越来越全面的 这个解除经济和商业上的 针对新冠疫情的一些限制措施 那么更多的民众呢 也是越来越多的开始出门消费 旅行就餐和朋友聚会 那么这也将会成为 这个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了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不仅是 这个消费方面 还有这个美国的就业数据 也是呈现一个比较乐观的趋势 我们看到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 说6月份的这个新增就业数据 是去年8个月以来最高 是10个月以来最高 增加了86万个就业岗位 而薪资水平也同比上涨了3.6%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失业率 是从5月份的5.8% 是上升到了5.9% 但是呢 这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因为这个可能说明 是有更多的人来进入这个就业市场 开始寻找工作机会 而且我们看到不仅是在工作机会 就业岗位这个方面 像餐厅啊 酒店啊 零售业的这个薪资水平的增长 也是非常强劲的 我们知道自从去年 就是2020年的3月份 疫情开始 而且这个经济活动开始受限以来呢 像餐饮旅游零售 还有服务业 应该说是这个首当其冲 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了 那么今年的6月份 比起去年2020年的2月份 疫情前的这个薪资水平呢 在这些领域是增长了有8%左右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新增的岗位的工资呢 几乎都可以达到每小时15美元的这样一个水平 而且我们知道美国的有一个这个就业网站叫ZipRecruiter 它的数据显示呢 是有20%的工作 现在都提供一个签约奖金 就是一个现金的奖励 那最少也都有500美元 像宾夕法尼亚州有一家这个汉堡王快餐店 它提供这个1500美元一次性的这个参约奖金 所以看到这个雇主对于共用新的员工呢 还是非常的热情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虽然比起这个可能疫情开始的时候 或者说比起10个月前是有所进步 但同时呢 美国的经济和就业也是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那么就和疫情开始前相比 就是2020年的2月 现在美国毕竟还是流失了680万个就业岗位 而且很多人呢 他在去年这一年疫情之中失去工作之后呢 可能就决定退休或者不再找工作了 那也现在还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因为怕感染新冠病毒 他不愿意去回去恢复工作 投入这个就业的大军 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个联邦纾困法案 它其中有一个失业补助 那这个补助的计划呢 将会在今年的9月初就要到期了 而且我们看到全美有将近一半的州 有20多个州 在今年6月份就取消了这项补助 那么但是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因为这些州呢 他认为说取消这项补助呢 可以会鼓励更多的人来参与就业 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就业情况 还是在得到 在这个取得了一些成就之外 还是面临一些挑战 除了就业情况之外 我们看到很多分析人士 也对美国现在这个通胀的现状有所担忧 那他们就警告说 如果接下来拜登政府不能够 很好的来控制通胀的话 很有可能现在这段时间 所取得的这个经济复苏的成果 就有可能会被这个抵消掉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在疫情期间 是这个贫富差距也进一步的增加 那我前一段时间 在这个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一篇分析性文章 它就指出说 在疫情期间 虽然美国的经济遭受到了重创 但是其实2020年 美国家庭的家庭财富 普遍是增长的 只不过说这个增长是非常不平衡的 就是说高收入家庭的 这个财富增长的幅度和速度 是要远远的大于 普通家庭和中低收入的这个家庭 那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 它这个财富增长 主要依靠的是这个资产价格的上涨 但是哪些资产的价格上涨了 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说了 是吧 房价很明显上涨了 然后其次是这个股市对吧 还有就是跟股市相关的 这个养老基金的这个财富也有所增加 但是要看到的是 美国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房产 有股票 有养老基金账户的 通常是高收入家庭 才会有这些资产 所以就是说资产价格的上涨 或者说整个经济复苏的红利呢 更多的是流向了这个高收入的家庭 而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 他们可能并没有能够很多的享受到这些红利 那么接下来疫情过后 要如何来弥合这样的一个贫富差距的差距 或者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上的一些风险 那这些都是拜登政府在接下来要面临的一些挑战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数据 经济数据或者疫情管控的数据 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来 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庆祝的理由 但是也有很多人提醒大家说 现在还不到我们可以完全松一口气 或者完全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不到这个时候 我想拜登总统确实也不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看得出来基础建设和经济复苏 是他最看重的两件事情 那为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从拜登总统的这个推特上看得出来 虽然说拜登不像这个前总统特朗普一样 把这个推特作为是公众与公众交流的首要平台 但是在社媒被如此广泛使用的今天呢 拜登在推特上发出的信息 也可以用来评估他眼中的优先事项是哪些 那我就选取了拜登总统的官方账号 在过去一周以来的所有推文 我是进行了一些分类 那么在一共44条推文当中呢 和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占据了20条 那么和这个经济以及我们说到的这个工作岗位有关的是有7条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基建也当作是经济的一部分的话 那么和美国这个经济有关的推文是达到了27条 是远超了总数的一半 那可以看得出来对于拜登当局来讲 保证美国的经济复苏与繁荣是重中之重 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其他推文 可以看到有些是关于这个新公民的入籍 那这也是很符合独立日或者说建国这个主题 那事实上拜登总统在周五是亲自主持了一场入籍仪式 对美国的新成员表示欢迎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和我们刚刚提到的 迈阿密楼房倒塌有关的推文有两条 那么另外呢和这个投票权以及LGBTQ权益有关的推文是各一条 那从总体上来看呢 经济和基建可以说毫无争议的是 拜登目前最看重的执政任务 对也应该说是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当然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成功了的话 也会是拜登政府接下来最大的这个成就之一 其实现在在这个基建的问题上 对拜登政府来说有个好消息 就前一段时间民主共和两党就基建的协议 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方案 但是这个方案真的非常初步 有很多这个真正的争议点 或者是一些细节的问题 其实都并没有能够达成共识 那只是说把它推到了下一阶段的这样的谈判当中 再来进行磋商 所以这样的一个基建法案 如这个经过参众两院 然后到达拜登总统的这个桌上来签字 还要经过很长一段的路要走 这个其中其实就能非常反映出来 现在美国政治上还是存在非常严重的 这个两党的一个对立 因为其实基建法案本身来讲 是最容易达成两党共识的 民主共和两党都希望能够尽快的推出 一个行之有效的基建方案 但是共和党就希望这个基建方案能够尽量的集中 尽量的范围小 我们就集中在解决最棘手的这个传统基建的改善的问题上 那民主党是一直希望能够在基建方案当中 放入更多一些民主党长期以来的这个诉求 比如说更多的有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呀 保护这个提升风能太阳能这些产业的这个扶持政策呀 或者说是一些跟所谓的人力基础设施相关的一些社会福利的政策 比如说扩大这个公共的公共教育等等相关的 那共和党显然是强烈抵制的 另外民主党一直非常希望能够把基建计划 跟民主党长期以来推动的一些这个立法的议程捆绑在一起销售 因为他们清楚这个基建项目是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获得这个共和党的协同合作的 但是共和党一直表示说你必须要把这两个这个切割来开 切割来这个进行推动 那我们看到其实拜登总统呢 他毕竟是国会出身的 所以他在这方面还是很务实的 那他之前也表示说他愿意把基建方案跟民主党的其他的 像这个美国家庭计划这些这个民主党的立法切割来看 但是能不能够成功将来会进行到怎么样 还是我们要这个期待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是很多分析人士说 为什么这一次拜登总统要在独立日 非常高调的来庆祝或者有这么多积极乐观的信息 也是希望能够团结能够振奋民心 然后来应对未来的这些艰难的挑战 是没错像平常所说的这个基建肯定是拜登总统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刚才文浩所统计的拜登在过去一周里 可能有一半以上推特都是专门说到基建和经济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针对拜登讨论就到此结束了